第一题 中秋节安然买了月饼和朋友一起中秋赏月 他买了P块月饼 总共花费了42.50元 每块月饼的单价是8.5元 请问以下哪个等式符合上述情况 A 42.5除以8.5等于P B P等于8.5乘以42.5 C 42.5乘以P等于8.5 买P块月饼总共花费42.50元 根据小数的性质 小数的末尾天上零或者去掉零 小数的大小不变 所以42.50也可以写作42.5 总价除以单价可以得到购买数量 42.5除以8.5等于P 总价是42.5 还可以用什么形式表示呢? 总价等于单价乘以数量 所以42.5等于8.5P 观察三个选项 看哪个选项和我们的方程相同 选项A和我们列的方程一样 选项B P等于8.5乘以42.5 由于选项A 42.5除以8.5等于P 是正确的 所以选项B就是错误的 因为42.5除以8.5和42.5乘以8.5不相等 所以选项B错误 选项C 42.5P等于8.5 看起来很像我们列的第二个方程 42.5等于8.5P 但还是略有不同 8.5乘以P等于42.5 不是42.5乘以P等于8.5 单价乘以数量等于总价 所以选项C错误 正确答案是A 不论是先列出方程42.5除以8.5等于P 还是方程42.5等于8.5P 这两个方程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比如从42.5等于8.5P 转化成42.5除以8.5等于P 只需要等式42.5等于8.5P的两边 都除以8.5 也就是42.5除以8.5等于8.5P 除以8.5等于P 第二题 何老师的班级用卖糖果的方式赚钱 为山区的小朋友捐书 买C盒糖果一共可以得到500元 每盒糖果2.75元 用字母表示出总共需要卖多少盒糖果 总共需要卖得500元 每盒糖果2.75元 500除以2.75就等于卖出糖果的数量C 或者每盒糖果2.75元乘以C盒糖果 等于糖果的总价钱500元 这两个方程都可以表示出总共卖出糖果的数量 这两个方程都可以表示出总共卖出糖果2.75元